对台湾来讲最重要的战略就是 我们了解北京一定会把解决台湾问题 放在它的时程表上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时程表 把这一项尽量往后排 这才是台湾现在最重要要考虑的 我们并不怀疑北京想要解决台海问题的决心 可是中国大陆现阶段有太多的问题要解决了 它有一个这个check list在上面 这个list上面不要把台湾推到第一项 就你不要把台湾推到成为北京政府的first priority 它一定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现在对台湾来讲最关键的除了备战之外 避战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葛来仪会提到说 如果侯友宜或者是克文哲当选之后 两岸的关系可能会有和缓的趋势 回过头来看一下 中国大陆面对台海的这样的一个僵局 甚至面对民进党执政从2016年到2020年 在这四年之间 跟2020年到现在2023年 这三年之间差距非常的大 为什么在前四年同样是民进党执政 两岸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张 我们保有了海峡中线 我们保有了部分的领海跟领空 中国大陆的军机再怎么飞也不会飞过中线 为什么在这三年这一切都变了 变的是什么 变的是台湾在这三年选边战了 变的是在这三年美国的印太战略改变了 它对地缘政治的重心从中东移到了亚洲 美国开始在亚洲布局全面的围堵这个中国大陆了 所以中国大陆感受到压力了 而台湾又被美国拿来当做乌克兰当做匕首 随时准备要刺向中国大陆 所以才导致台湾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紧张的台海局势 那回过头来讲 葛来一讲的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不管是侯友宜代表的国民党 或者是柯文哲代表的民众党 他媒体赖清德 对 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都是 我们要如何避免战争 刚才我们在讨论说台海能够打多久 可是大家看一下CSIS的25次兵推 看一下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兵推结果 为什么兵推结果都不敢讲台湾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都只讲美日会产胜 台湾呢 台湾更惨 美日就算产胜 台湾也是满目疮痍 台湾也是一片平地 台湾所有这几十年的建设 通通都付诸流水 所以不管美日赢不赢 那是美日加的事 可是台湾有必要要变成一片荒土吗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想侯友宜也好 柯文哲也好 他们两个人所提出来最主要的策略都是 台湾在美中争霸当中 我们必须保有一定的弹性 我们不需要选边站 我们在美中争霸中 站在中立的角色就好了 我们可以学习印度 我们可以两边拿好处 我们有什么必要要跟着美国的背后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葛来仪会判断 侯友宜和柯文哲 他们比较可能缓和两岸局势 就是现在对北京政府来讲 台湾只要不要选择当美国的小弟 那么我们就不在 他们的代办事项里头的第一项了 我们就可以往后排了 所以对台湾来讲 我们需要时间争取更多的空间 对台湾来讲 我们需要时间做更多的准备 对台湾来讲 我们当然要选择避战优先 而不是备战第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